今天就討論溝女日如夜 話說在半年前有個學生找我玩日常遊戲 很年輕,二十多歲,二頭 當然他溝女經驗不太多 帶他去玩玩 因為半年前發生 印象中他抄了牌回去 半年後,他又找我 出現另一個問題,他說他還是緊張 之前我帶著他,當然他沒有緊張 也抄了牌,當然不是非天那隻 但起碼合格,兩三個 這半年他也有玩 他自己出去,但是緊張 出到街上他說,我試過自己一個出去 太緊張,經常走 都沒有做接觸 不知道為什麼 一味緊張,不知道為什麼做不到 所以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 其實這些緊張都是一些不正常人類的 一些角色來的 我們就是要扔走這些雜性 很簡單的就是不要想太多 比如在街上人來人往 一個普通人,尤其是 我也經歷過這些事情 會想很多事情 會覺得很介意 在場的人會怎麼看我 或者是人來人往 你這個觸覺會很敏銳 敏銳那一頭你就會 不知道怎麼辦 好像很驚慌 好像周圍的人撞來撞去 有時候你要練一種 一種冥想狀態 就是不太想太多 大家都是陌生人來的 三五四七 那我站在那裡 都沒有人吵我 有時候會正觀 在街上周圍看 又不想太多 又不會聯想任何事情 那你這個人就會覺得 是啊,沒什麼事情而已 因為人就是 而且如果你太緊張 其實就是你那個 本身的聯想能力 有時候可能 聯絡 慢慢慢慢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神經元 好像呢 譬如我們看到一個影像 就會連到某些感覺那裡 那你又連連下 連到恐懼那裡 變成Approach anxiety 譬如你見到那個人 其實很正常 那與你無關 是吧 但是不知為什麼 你又會 就是 看到那個女生 或者男人 就變成了 做緊張的一種情緒 就是這樣的 這種就是 對人性 那種 還未了解得透前 那好吧 那好吧 一來我看到他 那他 那他 先點他兩招 先和他溫習 先 很簡單的 我這裏都告訴大家 因為真的太簡單 因為其實我集中 都是 其實教人都是做簡單 就是從簡單起步 是沒有複雜的 就是我教人的方法 很簡單就是 你就是不要想到這麼複雜 複雜的那條路是錯的 就是你搞衣搞路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抄牌 就下街 抄牌 就是問電話 問電話 就是一句起兩句子 就是 現在就是 很多人 就想太多 就是 中間都是 那跟這位學生研究 他都會有一些 新的方法 拿出來 用的 那 待會可以一起去 探討一下 那好吧 沒有 那都是教他 你別想那麼多 首先 那真的 我有一個很大的 數字 統計 那我的學生 大部分 抄牌 都是 就是 站在這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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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牌 都是站在這裏的 站在這裏的女生 大部分 就是 都有一定的機率 是抄到的 或者是這麼說 成功率是最高的 站在這裏 那好吧 你下街 你 就是 不知 approach 誰好 不要緊 你先集中 站在這裏 走那些 因為有報復的關係 你說走得慢 就可以approach 走得很快 你怎麼辦呢 是吧 就是 你要跟他鬥跑 那時候 站在這裏 最容易 我都建議大家 如果 你人生 各位聽眾 如果 人生 就是 你總有出街的時候 會發覺 有些人站在這裏 你心疑的女生 你覺得那個女生多漂亮 不要想 那個機會是最漂亮的了 因為她站在這裏 那就最漂亮了 即是機會最漂亮的了 你不要想哪個時機最漂亮 那個時機就是最漂亮的 因為站在這裏 那個女生就會 輕鬆一點點的 輕鬆一點點的 當然 再廣告一點 可以說一些細節 給大家聽一下 例如站在這裏 他們 全部都可以approach 又不是的 我心進去問 即是你心進去了解 就不是的 但基本上 站在這裏 我們叫做首選 好了 好了 站在這裏 因為她有很多狀態 有時可能她站在商場 她等著兒子 你見到她左看右看 你見到她的視線 看得很遠的 好像在學求一些人 正在來的話 不用問阿貴 在等著人 等著兒子 等著朋友 不奇怪 你上去看看她的眼神 是很 即是有 lean forward 那種感覺 即是好像 很想 知道那個人 快點來 那種感覺 還是很 casual 那種感覺 你會知道 這個女生 和將來會出來的 那個人物 是什麼 什麼關係 如果她 lean forward 向前看 有機會 這個人 這個男女 很大機會 會是她的男朋友 或者是她 即是她在等著她的朋友 那個朋友 是alpha 都會有這種效應 她會有少少 lean forward 因為很緊張 因為她是貝塔 那女生是貝塔 所以很緊張 很渴望 她的alpha 朋友或男朋友出來 意思就是這樣 那些呢 我們會 那些呢 看一看 如果她真的 很急 她的朋友 就算了 因為有障礙物 好 如果你發覺她很 chill 都是突然引人的 通常站在那裡 你也可以跟她聊聊 因為她 可能很穩定 可能就 即是 障礙物 其實就不會障礙你的 就算有個障礙物 即是出來了 另一個女生 另一個男生 出來了 沒問題的 因為她本身就是alpha 她這麼定 的話 她可以in charge 即是可以 即是可以 即是她跟你聊天 可以繼續跟你聊天 你抄牌 都可以繼續問她抄牌 她都很定 有些少許這樣的關係 中規一季 不要想到這麼複雜 站在那裡 就不要浪費機會 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我再次見到這個學生 就跟她briefing 待會會approach 很簡單 然後就考考她 記不記得抄牌的技巧 我問她 如果你想抄牌 應該怎樣做 她就懂得回答我 她說做個朋友 接著就拿個電話出來 那就可以了 夠了 是只有兩個步驟 沒有了 接著 最多你就是一開始 要做個開場白 開場白就是典型 問附近有什麼吃 如果你看到她的裝飾品 裝飾物裡面 即是有些很有趣的 角色 你都可以過去 製造一個開場白 來講 例如有個女生 她拿著一個袋子 袋子的logo是minion minion 即是黃色的垃圾公仔 我不是說 叫個學生說 你其實可以用這個 來做開場白 譬如 你第一句問她 附近有什麼吃 接著她可能 知不容易對 接著你又假裝到 不經意 見到她的minion公仔 接著說 你都喜歡minion 我也喜歡 你喜歡她的什麼 即是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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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就繼續說 繼續說 接著最後封 做個fan 抄牌 沒有複雜 你中間的 那些項目 落落去去到幾種 可以問問她 喂 那你搞什麼 待會 吃什麼 你待會 看她是否回答 她有權不回答你 所以沒什麼所謂 我們控制不了 只不過我們是說 做好我們的本分 因為抄牌 基本上就好像 各執50%的股權 即是大家 拍拖城市 每人撿著50%的機會 OK 如果拼了90% 100%就非常之好 你本身一個男人 女人又撿著50% 女人又撿著50% 好了 譬如我撿 譬如我男人撿著這50% 要做到足才有50% 例如你有沒有做開場白 即是中間 看看有沒有跟她有共通點 或者有計談 最重要是closing closing closing你才可以進入下一步 那我先 你有closing 一個approach 有closing 我就會為之為 你做好你男人的本分 你都做足那50%的功夫 當然 你問完她抄牌之後 她有一些objection 給你的 有一些reject 給你的 你要拆 會拆的話 其實你會進入60% 70%的機率 是的 就是這樣來的 還有那50% 就是女人給你的 即她的觀感、眼圓 即她的經驗 她的緊不緊張 之類之類 你那一半是很難控制的了 如果她的女人天生 就很怕人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那些是死胡同 玩不到 所以其實 譬如我做教人 教過這麼久 簡直是 我雙眼是看到一個機率 像劉克一樣 大家有沒有看死亡筆記 死亡筆記 劉克有雙眼 那隻眼是可以看到別人的 名字 以及何時死的 我又未至於 見到別人何時死 又見不到別人的名字 但見到一個% 會見到有沒有 這條女兒有六成、七成 這條女兒有八成會欺臉 有九成會欺臉 100%會欺臉 就是這樣 會見到的 接著有些是中性的 我又不知可否 接著有些 這條女兒有七八成 會見到這些% 因為抄得多 見得多 這樣就知道 這個就是決定你 起手那一步 能不能夠成功 基本上 那好吧 所以你下街的 approach 你不需要想太多技巧 或者是 對那個開場八有所懷疑 有些人懷疑的 很搞笑的 我說 你要下街問一下 附近有什麼食 跟人說 跟人問一下 有些人懷疑我的 有些學生 說可以不可以的 這個開場八 我真的過八個牌都這樣抄回來 當然 有很多女生都不會回答你 但為什麼我仍然可以抄到這麼多個牌呢 我覺得簡單而已 這條問題是必答題來的 你 有哪個人是不吃東西的 有哪個人不知道 那個地方有什麼好吃 是吧 他在那個地方走到住一定會知道 是吧 那你跟他交流 他願意跟你交流便可以了 但問題是 他為什麼會跟你交流呢 其實就是 說那一刻的氣場 那種眼圓那種感覺 好 這位學生 我再次見到他 他有個問題 他的聲音很細聲 我跟他 那一天 TOTAL 接觸了42次 在街上接觸了42次 這個數字相當驚人 但都玩了幾個小時 真的玩了幾個小時 跟他打的 真的跟他 逐個逐個接觸他 他很細聲的 前期很細聲的 因為我一開始都不發覺 為什麼他 這麼多女生 吹咎他的臉 原來我發覺 他講話很細聲 因為你走到過去的話 如果這女生 不知道你做什麼 他給不到反應 會吹咎你的臉 會覺得你很奇怪 你寧願粗魯 都好過 聲太小 他聽不到 你粗魯魯的 你問他 附近有什麼吃 附近有什麼吃 他知道的 他最多敷衍你 說不知道 那就跑掉了 總好過他連回答都不回答 就跑掉了 也有一點點分別 後來我十幾二十個 接觸之後 我發覺他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馬上跟他調整 你搞什麼 這麼細聲的 我問他 我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他可以的 他又不是不可以 他不是 他不是調節不到 這把聲音的 只不過他不習慣 原來他做事的時候 那把聲音反而是大聲的 接著我教他一個心法 你不如這樣 你下街接觸 當自己做事吧 粗魯一點 不要緊的 他最重要是聽到 他聽不到 你玩什麼 對吧 後期好很多 接著 那些聲音就大了 接著 甚至是抄到牌了 開始 都走了很久 你看看 我看過頭的二十個 似乎是差不多的 都是欺負面多的 但是那些十幾二十個似乎 已經很快做了 因為起尖沙咀 這些鬧事 接著就在街上 接著有個女生 很快又是飄過 走過 接著我就指著他 因為他去到二十幾次似乎 他的緊張感開始減除了 他一開始 來的時候 我看見他 吐了大氣 嘩 我心想不用了 半年前都可以跟你玩過 但是他不知道 那種 Apollo Anciety是怎樣來 總之 我就教他 你 如果你自己玩 如果各位聽眾自己玩 就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你給自己一個小小目標 我通常我自己都會的 例如我到街上自己玩 我會想的 例如我那天 一開頭 第一個set 我開一個就夠了 一個就夠了 我就想 喂,我隨便找一個先 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 少少都可以了 女兒正常樣 OK的 少少都可以了 猪猪也不要緊 少少都可以了 你看到他走過 那我就 心裡想著 我跟他走過去 跟他講一句話 一句就夠了 他認不認我 我控制不到 我就不會理 那我就先做到這個任務 做到這個任務 那我就做到了 那你的AA感就會變少了 那這個就叫做Warm Up 我們做Approach 當時就要做一些Warm Up的活動 就是這些活動 就是開一開 就是我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要做Approach 這樣做一個 是一個很簡單的 不理成功與失敗 就是等於你 就算你踢球 打籃球 都要做熱身運動 是吧 跳一下 走一下 其實用來做什麼 就是舒展根骨 還有 令到自己那個 就是血氣 可能Hormons 都可以調整 調整到一個比較 就是比較好的理想水平 因為人是會受情緒所影響的 譬如 或者是受緊張所影響的 那你怎樣解除呢 就是做一點點熱身 就是那個熱身 不是用來接觸的 純粹是訓練的 如果這麼巧 真的有抄到的 那就當作上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好了 那她見到一個女生走過 然後就很快走上去 然後就 都是問她附近有什麼食 那她的妹妹很小 好像是 就是 就是中學生 好像是 然後就很容易回答她 然後聊一聊 就抄了一個WhatsApp 類近是這樣 然後就抄了一個牌 然後我見到那個學生 那個自信都開始回來了 就是 看到她有點不同了 已經開始變化了 已經是 由我見到她那時候 為何要休息大戲呢 就是 我見到她那時候 還沒做Approach 不知道為何她休息大戲 很緊張 緊張什麼 你也好心 就是 我都包定底了 你預計 今天先抄不到牌 你不要那麼緊張 你跟她聊天就可以了 是 那她並無法有判斷 就是 然後 今天 第二個牌子 也是 在這裡 到處 那些戚 那戚 就是在玩手機 應該在找路 我就很快指它 我教它 兩句開場 Quit 第一句 問它附近有什麼食 接著 它應該打不到 那女孩是答不了的,因為她都在找腦 然後你就很快轉題,然後你就說 你都好像在找腦,在找什麼 那你就應該有辦法談的 有時開場白要轉一轉 第一句八答,問哪裡有東西吃 但問題是我們人都要看她在做什麼 當時的情緒,或者她在做什麼 你都要理一下她的感受,理一下女兒當時的感受 你可以直接指出來 我這些叫做情緒開場白 有的,譬如我有時會叫網友 你看看女兒,黑有黑面,黑好黑面 你走過去一句開場白,就說 你幹嘛懶好懶面,這麼不開心 有時都會有效的 有時女孩子發覺你 開始關心她,開始 她就會開始說一下自己的事 一時是,有時不行 人性來的,你控制不到 但這個也是一個,我覺得挺好洗的 開場白,情緒開場白 你就著她的情緒去做一個開場白 對啦,先說一下她的情緒 那女兒正在找路 那位網友照做 那位學生照做 成功已經開始談到 看見她都一邊走一邊談 都拿到一些簡單的情報 然後最後交換了Instagram 類似是 這樣都可以啦 這樣對於我來說 你練習掰斷 Instagram、Facebook 我都照殺的 沒問題的 因為你練習 還有如果你,譬如你新手練習 最好就是 每一個approach 如果你能夠說到話 說到三句話以上 你一定要做closing 一定要問她 做個fan 即是有來有回的 你跟她的對話是有來有回的 如果 怎樣為之 你可以放棄 怎樣為之burnset 怎樣為之你這個set 已經沒有水溫 通常你跟她說兩句 如果那兩句都是敷衍你 你可以收皮了 例如你問她 附近有什麼食 然後她說 那邊啦 這些是敷衍的 OK 好,接著你就可以補第二句 然後你問她 你今天搞什麼 你今天 有什麼搞啊 今天隔日會有什麼搞啊 這樣 看她答不回答 一些personal的事情 看她答不回答 她不回答 又說 沒有,在等人 即是很冷氣那些 又不說她自己 待會有什麼活動 那你可以收皮了 那個approach 就不需要問 做個朋友那些 就不需要了 如果她很詳細 回答你的話 那邊有一間 叫做 就是 M記的 都不錯吃的 沒有,我等一下 就等著一群朋友去吃飯 那這些都是有少少內容的 然後你可以問她 那你叫什麼名字 對 那就做個朋友 這樣 如果她回答你的名字 即是告訴你 她的名字 其實你就很順利成章 應該都會抄到的 但起碼 就是這樣說 她的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是lice的 即她對你的觀感不錯 她比不比牌 就好看她的信念 那個belief 她本身可能 她belief就是 她陌生人 她不會認識的 跟你聊天 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belief 你改變她 改變不了 但如果她比較open 一些 她說沒問題 做個friend 好了 對著一些這麼強belief的人 要怎麼做呢 你可以退而扣其次 我教了一些網友 就說 你有三個level去做 WhatsApp不給 不要緊 你說抄WeChat 即是 留念 拿來 我直接跟一些女生這樣說 那WhatsApp你不方便 不要緊 說WeChat 留念 有些女生可以的 就留念 這樣就不會找她 真的有事 接著 WeChat不行 就是Line Line 都可以留念 Line不行 就是Facebook Instagram 這些真的 很次要 Facebook Instagram 這些 通常人人都現在 都會有個WeChat 基本上 找不到 坦白說 你騙她 有時都未必認你的 無所謂 真的留念 對付這些信念比較強的女生 我會這樣做 好了 第三個牌 她 未教她 即是 我本來 我 我 通常是一邊走一邊教 想到一些事情 就會停下來再教她 有一件事 我都教她 一件事 就是你要去Feel 你在街上 即是 有時要Feel 一些人流 即是要 即是 有時可能你走在一邊 那些爛崗位 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看 看看那些女生的去向 走邊 那些女生走邊 這個女生走邊 你不需要跟她 你這樣看 就這樣看 路向 方向 看看那些水流 好像 漁夫打魚 看看那些魚去哪裡 看看那裡 有些大魚的地方 因為有時很有趣 你會找到一些地方 很特別的 譬如有些女生 幾個幾個媽媽 然後你會想 咦 那個方向我又沒走過 去哪裡 就不是走去跟她 就是會好奇 研究一下 跟著那個方向去走 然後發覺 原來那個地方 原來是一個新天新地 有一個公園仔 可以放棄的 不奇怪的 或者可能原來 那裡就是化妝品 那些 買化妝品那些 難怪那麼多犀女走過去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一些新的地方 去追求女 和你都可以 叫做 chill一下 去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人類的一些行為模式 又可以研究一下 行路的舉止 可以研究一下 她的性格 是怎樣 或者看到她的基因 好與壞 去到我們這個程度 是看到那個基因 好與壞 那麼誇張的了 就是看到這條女 看看她 寒冷了背 就是 行路呢 就是 就是 隔下隔下 整個男人 沒有來 跪格 那樣 就是你會見到 那些基因 甚至是見到她的故事 那個以前 就是 家人怎樣教育 成長背景 等等 看到了 那這些就是很 就是 你長年累月 才可以 就是觀察 才可以 感覺到 那你都可以 間不中 你可以 即是未必走去做 程式 可以先去觀察一下 當然 我們就是 觀察還觀察 當然是要做 就是要平衡一下 這個時間 當你太緊張的時候 那 不要說 就是 不要說 覺得這種緊張是 就是 就是 一種 就是基本上 是一種壞事 緊張可能 是 來源自 來源自 你自己那種 叫做 求生意志 來的 就是 等於可能 你看到 可能打仗 喂 是人都緊張的 為什麼呢 求生意志 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 就是 有人 拿槍射我 如果打仗的時候 你會緊張 很正常 那我們 我們大力 喂 現在和平成勢 你就要把這種緊張範圍 這種平靜 那 這個觀察 Approach anxiety 基本上是跟一輩子的 就是 所有人 高手至低手 全部都有 Approach anxiety 全部人都有 你和我都有 我都會有 只不過呢 我是 很快想到 方法 怎樣馬上消除 我不是說 我不是站在那裡 我不做事 我只看 我只看 不是Approach 都可以 那已經把感覺 已經減低了 或者 不夠得失 我走過去 聊一句 那就夠了 這樣 都會減低了你的緊張感 那 依我所見 Approach anxiety 只能夠減弱 就不可以完全消失 那 大家也不需要 覺得這種 不是什麼特別的 就是 要消除的東西 來的 如果你發覺 你能夠減弱 已經足夠了 就不需要完全 沒有了 Approach anxiety 沒有了 那個就不是人 譬如我們這些階段 就會對著 某些設備 真的沒有什麼 但某些設備 仍然有 可能有些 未接觸過那些 新的 即是 一些新類型的女生 我們都會緊張 因為 新的環境 新的東西 但就是因為這種 新的類別 新的品種的女生 才會令到你成長 其實 有時 Approach anxiety 就是 很接近成長 那個階段 即是 你快要成長 升級的階段 你就會有這種感覺 當你突破了 即是 減弱了 將這種 Approach anxiety 不可以完全沒有 那 你就會成功 升級了 以後 就沒有那麼害怕 那種類型的女生 例如 可能男人婆 珠希 美女 我不知道你害怕什麼 下到街 我不知道你害怕什麼 但我每一種女生 都會要求 我的學生 旺友 去做Approach 即是 例如我今次這個學生 他很害怕那些珠希 那些 他覺得那些女生不漂亮 但我偏偏要他 你也要試一下 但珠希 有一個豁免的 就是你可以不需要 即是 即是 真的追求他 你真的跟他 純粹做個朋友 你抱著這個心態 那做個朋友 那無所謂 你不是追求他 不是追求他 那就可以了 那你的心情 都會放寬了 好 最後一個牌子 他都很自然 最後一個牌子 就是見到一個女生 在看風景 即是一代二代 那些行李箱 那些東西 內地的女生 他很快跟他走過去 跟他 聊幾句 接著 抄了他的WeChat 接著拍了一張合照 那 都算完整 整天流流長抄了三個牌子 都可以了 但好了 他之後 要克服你一個問題 就是 喂 當他單獨一個 他能不能夠做到 因為他找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單獨一個 的時候 他做不到 有我在看著 那時候 他又做到 這麼奇怪 那 就是 心法已經教到他 那他之後 能不能解決 我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 今天分享著這麼多 如果你的愛情 很多問題阻力 可以電郵給我 想玩 daygame nightgame 多謝收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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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